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录一个空瓶剂的分享 然后角度非常清晰 是因为这次东西好像会比较多一点 我就想说这样子比较直观 可以然后也比较容易对焦主要是 但是呢会分成护肤品和除了护肤品以外的 别的所有东西的两部分 就因为好像东西真的挺多的 我应该有放了三个月吧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除了护肤品之外 我都空瓶了一些什么 然后我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 这袋子看上去挺空旷的 但其实下面有蛮多东西的 我这次空瓶了蛮多彩妆的 首先是洗护的部分 对这个比较恶心不好意思 因为它是一个洗手液 这个是一个Rituals的洗手液 是樱花味的 人家本来应该是漂漂亮亮的粉红色 但是因为我放在洗手台上 就是水会溅上去 它就长此以往 它就变成了这样 擦也擦不掉 但是我也没有好好爱护它了 这个很不错 这个300毫升我用了好久 大概有用了三个月 因为它起泡非常丰富 就我没有想到 作为一个洗手液 而且它冲洗之后非常干净 就是完全没有残留 手上完全不会滑溜溜 冲得很干净 我超喜欢这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口 就是我不太确定 太白了 可能看不清 这样看 对 就它的这个口嘛 做的特别小 所以比较能够控制你的 挤出来的量 因为它其实真的只需要一点点 它就可以起很丰富的泡沫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 就是对比很明显 是因为我早上化完妆去洗手嘛 我手上是有油的 因为可能有防晒霜什么 我用别的洗手液 都是起不了泡的 可能要洗两遍 但是我用这个可以 一次性就可以洗得非常干净 所以我真的觉得 它清洁能力非常强 然后呢 是一个洗头膏 洗头膏是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 我有用过蛮多口味的 其实这个是16维 是给那个 就是它应该是护色 然后显色那种 就是给染过色的头发用的嘛 这个牌子的所有洗头膏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 无论它是哪个类型 洗完头发呢 都不太色 就是我现在用别的牌子 对比非常明显 我就会觉得 这个牌子洗完头发 真的会稍微润一点啊 无论它本身的功效和目的是什么 它都会比别的牌子还好 但我用的也不是特别多了 洗头膏的牌子 所以我这个用完的话 不是 手头上这个用完 我会去回购它 我这次可能会去买一个大好升的 我这个是200好升 这个可能还是我某一次去欧洲玩的时候买的 就一直留着 最近才开始用而已 对 它的那个膏体是这种浅粉色的 然后呢 是一个Mavis的牙膏 这个是我上次买的限量版嘛 就是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这个味道是Royal 我到最后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但是反正不难吃 就对了 这个 就是我一直在回购嘛 最近没有回购 是因为懒 因为要网购 我就老是拖着 我就买了别的牌子 但是买完别的牌子之后 我就决定我一定会回购的 我觉得好像清洁力度有差 这个好像真的洗得比较干净 就是你洗完之后 那个牙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回购的 就回购什么味道就随便 然后是一个蜡烛 这个蜡烛的牌子是这个 这是一个国产的牌子 我买的味道是贵 这个是淘宝买的 我国内带过来的 这个应该是500毫升 就挺大的吧 500克 但是没有烧得很干净 就你们可以看到 下面烧到底 但是边边上一圈没烧完 然后因为它是白的边 就很容易有黑的颜色熏上去 当然这个一擦就掉了了 但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我超级喜欢的 我依然没有闻到 很强烈的桂花的味道 我觉得桂花味道好难做 我到现在没有闻到过 好闻的桂花味 就像的桂花味了 这个可能你要烧个三四十分钟之后 你才可以隐约闻到花香味 但你刚开始闻的时候 和最开始没有烧闻 那个蜡烛的时候 那个味道是一个 非常酸酸甜甜的水果味 超级好闻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 酸甜口很清甜的水果味 就完全不像花的味道啊 但是这个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也是比较偏 就很清爽的味道 完全不厚重 然后也不会特别甜 甜过头 就是我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很蛮红的 好像就微博上也蛮红的 我觉得它红还是有红的道理的 然后呢是另外一个蜡烛 这个是H&M的一个蜡烛嘛 我当时也是随便买了试试看的 然后也挺大的 这个但是你们也看到了 又没烧干净 剩了个底 我当时买这个 是买了两个 还买了这个 这个是五花果的 对这个差了很多很多 没烧 最近都没有烧 因为天气热了 我觉得也不需要 深火取暖了 就一直忘记它 就一直放在这 然后呢 这个蜡烛非常的 人如其名 蜡如其名 就是你烧它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坐拥整个大自然 大森林 你们知道吗 就感觉就是坐在屋顶花园里 身边都是树啊 叶子啊 草啊 都是那种味道 整个人感觉非常的凉快 就那种感觉 就大冬天的时候烧它 我就迷之觉得自己很冷 很冷的错觉嘛 所以其实我会把这个跟那个一起烧 就是会有混一点甜甜的味道进去 然后或者是拿这个跟 跟这个一起上 就是因为这两个就是比较水果味 比较甜 就是感觉上会好一点 但是还蛮不错的 如果有人特别特别喜欢青草味啊 之类的 这种类似于这种味道 就可以试一下这个 我觉得H&M的蜡烛 应该买的人比较少吧 我真的也是随便买来试一试的 就并不是很差 接下来就是化妆品 这个其实也不怎么算吧 算半个护肤 这个是一个兰蔻的 AQUA GEL的这个防晒霜 对这个我非常喜欢 我有一次爱用有说到它嘛 这个是我回购的也用完了 还是一个底啦 我明天会把它全部用完 我已经剪开了 挖得干干净净 然后SPF50 PA三个加 这个我就是觉得 很轻薄 沉膜非常快 吸收的也很快 然后呢完全不错 你后续跟装没有任何问题 也不厚重 非常好 就是完美 如果在买不到任何日本牌子 日系牌子的情况下 比如说陈野医生 我会一直一直回购它 但是这个也并不是特别好买 我这个是在机场买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专柜经常没有货 我觉得很奇怪 但是这个我非常喜欢 然后呢是一个定装喷雾 这个就是 它其实size比较小一点 它只有60毫升 但没想到我其实也用了一阵了 然后这个的话是光泽机的那种finish 上次的购物 我跟你们说 我买了一个新的mat质地的 然后mat我有用 所以我有一个对比 我告诉你们 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是我觉得他们俩 完全效果差不多呀 都是 都是感觉比较光泽一点 mat我也没有感觉到 有 有雅光的效果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它的这个喷头 我觉得散得很开很开 就比如说 一样是 那个矿泉水喷雾 我觉得李富泉 比雅样好很多 喷头有 有赢过 我之前试的所有 赢过Mac 我比较喜欢它的喷头 多过Mac Mac那个喷头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喷到后面 就是会开始喷出水滴来 什么鬼 对不对 这个就不会 这个就是一直都会很散 然后就很好喷 所以我挺喜欢这一点的 但是 就算我手头的 那个mat质地的用完 我也不会去回购 这个牌子了 我就想试一下 别的新的牌子 毕竟定妆泡 有这么多可以选择嘛 接下去呢 就是重头吸了 朋友们 就是彩妆的部分 先说完全没有惊喜的 就是我用完了 三只这个 美宝莲的眉笔 我现在用眉笔 好快啊 我觉得 但是就是 还是我之前非常喜欢的 年度爱用也说的是 它的这个嘛 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一款 三只都是比较浅的 那个浅棕色 我暂时真的是没有找到 比它更好用的眉笔了 如果你们有推荐 就我想要细一点的笔头 你们有推荐的话 可以依然留言告诉我 好吗 但是我已经回购了 就是并没有选择到别的牌子 然后呢 就比较精彩了 就是真的real的彩妆 先是一个这个 Armani的腮红 我给你们看看啊 我就是真的用了很久很久 久到就是色号已经不见了 它说502 你们看得出吗 只能这样看了 对 你们看看用的有多干净哟 就是 但是说实话也是有一点点作弊 干净吧 什么都没有了 干干净净 它这个壳子 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壳子坏掉的人 我好像记得有人跟我说 它的也坏了 这应该是个 就是常见的毛病吧 它就是这里断掉了 这里断掉了 塑料不见了 就是所以就关不起来了嘛 就是它本来并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 它已经大铁皮的时候 我有一天不小心把它掉地上了 那个粉已经松到 就整个全部都撒在地上了 以至于现在就干干净净 这个我会回购的 但是我一直试图回购的时候 一直断货 这个颜色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就是特别特别日常 你从冬天用到夏天 一年四季任何时候 画什么妆你都可以用 我在它没有用完之前 每一天上班用的都是它 就完全没有停过 只要我能够回购到 我一定会去回购的 然后呢是一块高光 这块高光是那个 Thread的一块高光 就最早的那块 然后我是从大的盘里拆下来 所以背面就一塌糊涂嘛 我真的是很尽力 你们可以看得出吧 已经刷成这个样子了 任何刷子 我都刷不出任何东西了 但你们也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 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尴尬 就是它现在有出一块新的香槟色 但我这块是最早的 就是米白色的那块吧 不过我觉得它的底 也有一点点金色的底啦 我觉得它家的高光 最大的优点 就是粉质非常非常细 就是我无论刷多少 刷哪个位置 毛孔再那么大 都不显毛孔 这点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我刷有些高光 就真的会斑驳 这里我点名批评一下 CT那块高光 就是修容高光盘里的高光 不过我觉得 应该是我个人的问题 就是我毛孔比较大 因为别人可能刷了 也挺喜欢的吧 但是一样大家都是高光吧 对吧 这块就非常好啊 就是什么问题 都不会有 而且颜色非常自然 就是日常挂 见老师 见客户 见老板 必备 我刷这块的时候 有被我姐夸赞过 说高光挺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这块 就是各方面表现 都非常的优秀 然后是我比较自豪的部分 就是我用掉四个唇膏 先是这个 这个就是毫无惊喜的 这块 对 Doch Vita 就是我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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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 这一支 对 然后 这个的话 我就是只能用到平了 我也不能够用到再多了 这个需要试色给你们看吗 什么 刷不出了 什么 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对 没有办法 sorry 但这个我有在 我没有回购 因为上次 春春妈跟我互相寄礼物的 寄贤质的时候 她把她那支寄给我了 所以我现在就在用她那支 非常感谢她 这个对我来说实在太实用了 然后下一支 下一支我有 我就是我之前 它怎么会空瓶呢 就是我之前她爱用的时候嘛 不是把它不小心折断了嘛 就是这个 Dior的七光唇釉的 反了对不对 620 是一个奶茶色 这支超级无敌 好看的 我很喜欢很喜欢 其实这支不算用到非常非常干净 因为 这么看是很干净 它甚至都已经有点凹下去了 也是平的 但是是因为上次后来断的那一截 我实在没办法用下去了 它后来自己掉下来了 就有一点点作弊吧 不过我觉得用到这样也不错了 有颜色吗 这支也没有颜色了 几乎涂不出颜色 大概是这样 对 我最近手又开始长阵子了 为什么换季吗 春天了 大概是这样了 就它本身应该有的颜色 要比这个更好看 这支真的非常好看 但是我后来买到了评价替代评 所以暂时没有回购它 接下去又是一支NARS 然后这两支都是某两个套装里面拆出来的嘛 所以就是size比较小 比较容易用完 这支的话是有一年NARS出的一个限量的套装 它有五支还是六支这种大小的唇釉 这个系列那个时候是刚刚出嘛 现在已经出了就全黑包装的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系列比较好 就质地比较好 而且比较容易涂匀 黑色那个我不是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呢 这一支的话是那一套里面最适合我 然后最日常的一支 它有三支还是四支颜色都非常非常深 是那种很姨妈色的颜色 就日常你可能不太能涂 还有这颜色特别裸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就我没有不够白 就可能要 色号再来 在这 就可能要粉一百才能用 然后它的色号叫做Bond 这支我应该可以给你们试一下颜色 里面还有一点点 就是应该够试个色这样 但是我自己上嘴涂已经很难 就是在嘴上涂匀了 你们看其实也没多少 就我要拼命戳 然后才可以涂出东西来这样 这个颜色比较偏那种粉紫色 就其实是个挺冷调的颜色 我没有想到我涂这个颜色是OK的 然后可能有色差 你们看上去还稍微黄一点嘛 但其实本身这个颜色蛮冷的 但是非常日常瓜 我就觉得 我觉得它比Dochivita 唯一的区别就是 更加偏紫一点点 但是我就经常涂是那种 比如说我穿个什么深蓝色的衣服 这种我就觉得好像跟粉色会比较搭 就不太涂橘色的唇膏 我就天天一直涂一直涂一直涂 然后有一阵子天天放包里 居然也就用完了 就下面已经就干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是有回购大的嘛 我还挺喜欢这支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而且这支的质地真的非常好 很好很好涂晕 最后一支是这个Tut 这支是我黑五买的那个套装里面 拆出来的非常非常小的一支 所以很容易就用完了嘛 就比较有成就感 然后它的色号叫做 Ghost 对 这支我会去回购的 我觉得很好看 也是特别特别日常瓜的 就你们可以看到 我用完的都是日常瓜 因为天天放在包里涂随时随地补涂 就很容易就用完了 然后这个的话可能比较难试出颜色 因为它本来颜色就特别特别浅 它是一个比较偏珊瑚色 或者是橙色调一点点的裸色吧 就是我以前觉得我涂裸色应该会很丑 但幸好它有一点偏橘色 橙色 居然还意外的挺好看的 就我觉得它在我嘴上的存在感 并不是特别特别明显吧 但是涂上之后明显觉得脸色会好一点 会还是会有提升的效果 然后呢 这支的话我当时录了一个第一次染头发的 就染粉色头发那次的视频嘛 就是后来化完妆用的就是这个唇膏 所以当时有人问我说用的是哪一支嘛 我觉得应该那说明效果还不错吧 所以我会去回购它的 好了我又把这四支唇膏拿上来了 做ending 因为就是真的很有成就感 然后我这次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唇膏和那两个粉质的产品嘛 我觉得粉质的产品真的太难铁皮了 我真的很佩服那些眼影可以铁皮的人 真的了不起 而且这大家一定都有很多很多眼影吧 你们可以做到铁皮真的太厉害了好吗 但是的确是你如果是这种东西空瓶嘛 这个成就感真的无与伦比 所以我决定把它们放在这里 做一个最后的ending pose 然后呢 对就是这个样子了 接下来我们就在护肤品的部分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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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